楊智良之前的衛生組長 他說高端國產的聯亞不算疫苗 為什麼不算疫苗 他居然講到失控 說蔡英文是習近平派來的 楊智良說你之前不是說 台灣疫苗研發出來 鬼才會跟你買 他不是這樣講嗎 那他要去參加了這個 他要去參加這個所謂的實驗 你要說你為什麼去參加實驗 你既然對台灣的疫苗沒興趣 你幹嘛來參加 他說我可能打到的是 礦學是蒸溜水 你是因為打到蒸溜水 所以你才去參加這個疫苗測試嗎 那也不太無聊 所以我覺得楊智良 這個時候一直在趁這個話題 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現在有這個疫苗 這個防疫有三保 一個楊智良 一個邱淑提 一個費洪泰 但是你們像費洪泰說要 因為這次社區感染 他要承認中槍斃 槍斃承認中 不夠害 這槍斃十次 這兩天不敢講話 因為知道整個主流民意罵翻了 費洪泰 費洪泰 國民黨可能也有拜託 不要再講話 對啊 費洪泰說槍斃十次 結果整個民意 整個都炸鍋了 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像丁守中也說要進口中國疫苗 結果我看他臉書也是很多人批評他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這個地方上不要 我是真的覺得不要叫誰下臺 叫誰下臺 這個時候就是把疫情給弄好 然後你講了一大堆你自己的深知灼見 看起來也都沒有落實 他當初一月份說再過幾個三個月 臺灣就要變成跟日本一樣 我們現在目前雖然我們的疫情有一些變化 也沒跟日本一樣 所以這就是一直在凸顯自己在這個防疫上的卓越的意見等等 我覺得第一個只會讓大家覺得你根本就是在那邊找麻煩給我們的防疫中心製造困擾 你覺得陳時中該不該下臺 楊智良猛烘蔡政府 嗆陳時中該下臺 楊智良他也說他楊智良也說要這個他不打國產疫苗對不對 結果也不是跑去跑去做人體實驗了嗎 他今天說法還說還很生氣的說大家污衊他說我做人體實驗 並不代表我要打國產疫苗 我可能打到的是蒸流水 你有二分之一機會打到你所破棄的 我知道不知道這個老先生的邏輯是什麼 懷電懷電 老懷電 所以你說我覺得根本可以把他的東西完全無視於這個情況 可是事實上不只楊智良 你看就是這個情況上 看前面一定有講過 就是疫苗的問題各種各種問題全部又在拋轟陳時中 這個時間點是大家應該要共同來面對疫情 你覺得現在罵陳時中到底會不會為自己加分 沒有任何意義 應該這樣講 他們罵陳時中是為了給自己加分 或者是讓中國欣賞他們 我覺得是我覺得會讓中國看得開心 但是在台灣 黨與黨的連結是 對 黨與黨的連結 對 但是主要在台灣會淹沒在各式各樣新聞 然後在淹沒 他這種東法在台灣不會有任何的共鳴出現 晚間十點敬請鎖定 朕知道了 多方便 感谢观看